热线风八点 你所关心的时事 政治 经济 及各类生活大小事 近在热线风八点 在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请来网红 这网红到底有多厉害 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铺陈出来 可以在外面受到大家欢迎呢 我们赶快把他请出来 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哈利你好 哈喽你好 我不是网红首先 我的粉丝只有三百多个 我是网红的 前面头破血流的那一群人吗 是的我还有很长的路 客气客气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在2020年疫情时代的这一年 好多人因为现在都是这个 很多人讲说这个叫做数位游民 数位游牧民族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以前都会到这个办公室里面去上班 然后都写一些paper 还要跟同事一起开会 那现在很多人都是说 永久不用再进办公室 虽然现在已经后疫情时代了 好多人打完疫房针了 就开始说我可以恢复正常了 我可以稍微聚在一起了 但是有些人是永久不回去的 他就永远在他的家里 在他电脑前面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变成呢 最近的这个YouTuber也好 小红书也好 又或者是什么 那是什么 Bilibili是不是 B站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TikTok啊 跟很多的这种social media 他们现在都开始自媒体的年代嘛 你看像podcast 就是光是只有声音 那有影像的出来的 也好多好多 各式各样不同的app 像之前这个年轻人玩的啊 或者是这个有很多长辈啊 叔叔爷爷阿姨 他们喜欢玩的都不太一样哦 那现在就变成你随身 携带一个笔记型电脑 你走遍天下 你人到哈娃伊度假啊 你要去这个深山野岭里面 去做一个数位游民 都OK的 你又可以上班 又可以自媒体 你不要等人家采访你哦 电视报章杂志没有注意你 没有关系的 你自己有自己的强项 你就自己就是想怎么秀 随便怎么秀哦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最近发学出来的 居然在我们洛杉矶 Temple City的一条大马路上的 一个店里面的店老板 那这个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生意在忙着哦 但忙着之外呢 还这个起早贪黑的 你就是为了要完成你的 网红梦对不对 说到网红我就脸就红 那个真的 其实就刚才小米说的 那个疫情 真的我就是在疫情的 那段时间开始的 一年前开始 因为但是要回到更早的话 其实我两年前已经打算 去做YouTube 因为毕竟自己特别喜欢拍摄 然后那个也是在做电影方面 很想记录一下 自己的一些工作和生活 但是一直拖拖拖拖延症非常严重 然后就到了疫情的时候就感觉 好像这个时候比较合适 因为工作也不用就每天去了嘛 然后就开始 那也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大概几个月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拍了第一支 所以第一支是最困难 再来二三四五六七就简单多了是不是 真的是第一支的话 其实我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做的话 我觉得你首先要马上去拍你的第一支 不用管它那个效果怎么样 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地方 普通话不好啊 或者说我的普通话就特别不好 诶有特殊口味哦 你是哪个地方来的人 我是江西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诶江西 不是庐山真面目的江西吗 对就那个庐山 真的比较少我们在洛杉矶 比较少遇到江西人嘛 总觉得广东广西比较常见是不是 对对对 但我也不能拿这个来作为我做网红的一个 借口 那个那个借口 或者说是那个噱头 没有人认你的 所以的话 你还是得开始做你的第一支 我那个做出来之后 我自己都剪完 剪的话我都尽量不多剪 因为我再看它的话 我已经要吐了 所以第一支是最难产的 也就是说那个头过身就过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支你就会感觉 哎呀 轻松一点 然后慢慢就可以再来 然后再接着会 又会有一段时间会 哎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拍 就遇到瓶颈就雌穷的感觉是不是 我们拍三支就开始瓶颈了 这个瓶子也太矮了 不过说实在的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不只是洛杉矶 在全世界都一样的 在疫情时代 像我们在美国好了 2020年的这个三月份 突然之间整个shut down了 所有人关在家里面 以前可能笑想非常久 我要当YouTuber 我要成为自己就是自媒体的年代 但都一直hold着hold着 然后终于爆发 在2020年超级多人下海去了 对对对 那这样一转眼 也已经去年三月到现在 过了一年半了哦 我是六月开始的 六月六月 应该还蛮整年了耶 因为我三月开始就觉得一定要开始做了 最后拖到六月份开始 第一支视频拖了三个月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你一个视频是做多久才把第一支视频生出来的 第一支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那个视频可能只有不到十分钟 但是我拍的话可能拍了有半个多小时 然后剪的话那就剪了好几个小时 所以是剪接比较困难 剪接比较困难 因为毛病太多嘛 而且每一个剪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心情 所以你稍微一睡醒又觉得又要再改这样子 像我们这种应该没有太多什么反复 因为它也不是剧情也不是什么东西 我剪辑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修一些废话什么东西 或者说难以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添加一些图片啊视频啊这些 丰富一点就对了 所以你平常讲话的话会有语病吗 会有哼哼哈哈音啊 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语助词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像我自己是那个台湾人 台湾人尾音拖的特别长 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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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习惯你知道吗 或者是这个啊那个啊 或者是那什么之类的 那人家会觉得比较拖哦 那如果你要快很准讲话很有效率 然后你就会尽量希望把自己的音里啊收准一点 但我相信江西人应该不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再讲话 你们是不是比较像广东人就比较直接 我我我我我那个是说说客家话的 哦 诶客家话也是比较温柔的耶 啊不是 哦 挺比较野蛮的话 哈哈哈 你太客气了 我们听众很多客家人会口音进来 呃不 我我们客家人应该都知道 就是其实 呃因为毕竟比较少人听 呃而且是南方的口音 通常我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 反正要不然 诶你这给我一个点子 我下一什么时候我可以做一期客家话的 哈哈哈 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一句话用不同的发音哦 比如说 诶苹果 你可以apple 你可以lingo 讲日文 你可以讲台语 呃台语说讲 台语就是lingo 客家话苹果怎么讲 苹果 苹果 哎好类似哦 那如果苹果在江西话怎么讲呢 呃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因为江西没特色 对对没特色 然后多远非常多远 就北方跟就江西的北方和南方也画也完全不一样 画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普通话 其实到江西去当地的方言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普通话 是这样吗 哇 OK那你这样子已经拍了一整年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第一支就拍了三个月 那如果是接下来的这几支你拍了几支呢 已经上传几次了呢 呃我我好像呃上回我做了一个一周年的一个视频 呃统计了一下大概是呃一呃一百多个 好像平均下来每周有两个 呃那是高产量了耶 呃不算 但是呃有时候我有一个星期没有更新的 但是有时候我呃一周有跟到三个四个这样 所以平均下来就有两个 OK所以呃关于拍视频啊 或者是去呃做这样子的这个呃拍摄的这个动作 其实你早就在做这个不是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只是把它放往去而已 对对对 哦那你以前拍的是别人的故事 或按照你的角度去记录一件事情 对以前拍过纪录片自己拍的话 拍过一些纪录片还有一些自己喜欢拍的一些东西 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在做制片嘛 就是到现在也还在做做一些呃呃呃呃 短片这样的制片工作 所以你本来就是媒体人 只是说都是在帮别人这个抬轿子 那在这个自媒体的时候放YouTube 你是拍自己是不是 对对对变成拍自己了 原来是幕后拍别人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主要的内容都是放些什么东西吗 现在的内容 在YouTube上面你放上去 有一个主题吗 你有抓住一个 有大概有个主题 因为我除了我自己的工作 快递这一块之外 我就是在做影视制片 所以的话我这块的内容 占了有大概一半差不多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的那个频道的名字叫做 哈利wood 我名字叫哈利 然后我想取个YouTube的名字 那我后来就想想想 哈利跟Holly有点像 那我就加个wood吧 那这样的话听起来 就是发音不准 像我发音不准说哈利wood 人家说哈利wood 所以就蒙骗那个过关 然后再加上也可以 沾沾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光 另外的话中文的话 我的哈利就是名字了 然后wood的话 我就是用了那个感悟的wood 所以的话我就想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一个谈谈我自己的那个影视方面的东西 就工作的一些经历 或者说是想法 然后剩下就有一些我个人的感悟 然后也就那个时候六月份到八月份 我开始去冲浪 我开始冲浪了 也到现在也一直在坚持 所以我的冲浪的视频也放在上面 虽然那个都是一些让人看了都挺难受的一些 都被浪打啊摔啊那种 就完全不是冲浪 就是被浪冲 折磨啊被浪冲 OK 对所以的话大概就是 这两三种主题吧 所以就是算是你的Vlog 是不是叫Vlog啊 就是记录你的生活 你自己爱影片 所以你就爱摄影 爱Hollywood 爱电影 所以你就把这个电影的目前幕后 它的酸甜苦辣 包括里面的试镜啊 到最后的这个播出啊 那你自己爱冲浪 你就把海边的那种被浪冲的感觉 被浪欺负的感觉 全部都把它拍出来 对对对 记录一下 因为我一个是做YouTube 也是下了决心在做 然后这个 那个冲浪 我也是下了决心 想要把它学好 所以我在坚持 我就想 其实有个目的 其实我觉得将来会有一个效应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现在已经看过 我一两支 是被浪打的 然后过了一年再看 哦不 现在云云一年还不行 再过了两年之后 一看 喂 她会冲呢 我觉得这种效果 成长了 对 我感觉这种效果一定会很好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鼓舞 一个记忆 一个记录 是是是 哎 真的很好 所以你就是用YouTube来写日记 因为很多人以为说 哎 这个是上传 这个影片的一个平台 其实也是一个社交媒体 对不对 因为你在里面也会看到 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会来看你啊 点你赞啊 评论啊 还跟你互动啊 那就好像真的就是 影片版的Facebook 或者是年轻人版的影片 会动版的Instagram之类的 没错 所以你在上面 是真正有交到朋友吗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粉丝群 又或者是呢 本来很不熟的人 比如说像我跟你 原本很不熟 那因为看人的视频觉得 哎 怎么这么有意思 被浪欺负成这样子 会去点赞 会去跟人互动 会去问问题 然后最后就会拉近人跟人的关系 有吗 你有遇到真人 跟你的粉丝见到面 或跟你的偶像见到面吗 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在流汗 哈哈哈哈 我没有 还没是不是 呃 但是呢 通过这个平台 真的也有一些 就非常少的一些 有意思的交往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 其实我的 呃 观看量的话 最多的也就是几百 就是三五百个人看 非常其实非常失败了 那那偶尔会有个两三个评论 多的可能七八个评论 有些没有评论 其实 大家都挺 挺能忍得住的 是是是是是 你像 呃 就是有时候看到东西还不错 最多就给你点个赞 呃 就懒得给你写什么字了 是是是 一 我觉得一定得坚持 啊 就坚持到可能我真的是 呃 呃 那个拍的也更好了 那个表现的也更好 呃 别人也慢慢认识你了 是 这个时候开始一定会有人跟我互动 那现在的话都是就是有一些 大家一起 差不多跟我差不多的也在做的 相互会评论一下啊 相互打打气啊 这样的有 诶 说实在的 因为如果你观看一下这个全世界的YouTuber 就是那种大网红 大的这个 influencer 他们其实呢 前一百大 他的前一百只 点击率都很低 他就是突然之间 突然有两只 大家这个眼睛一亮 然后突然之间 大家爱上这个风格 然后就跟着他走 那其实按照这个YouTube平台的 这个报导哦 他有在讲说 其实最受欢迎的频道呢 主要有几个主题 来跟你一起分享一下 也许呢 我也学习一下 也许你可以增加一两条哦 首先是大家喜欢的 就是每次一放出去 大家这个莫名其妙 你是无名士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都会想点开来看一下的是 开箱的影片 一个大盒子 然后一打开 unboxing 一打开说 哇塞 里面就是13件 各式各样 他网路顶来的 逃回来的宝物哦 那或者是呢 你是3C产品的 这个产品评论 因为你把不同的手机 拿来做测评啊 摔啊 打 对 放在果汁机里面 看到你能耐超啊 或者是 现在有什么新的app啊 你可以在那边 教大家使用啊 就是3C产品的 这个部分很受欢迎哦 还包括一些是 生活小技巧 跟搞笑的影片 很多人会讲说 搞笑影片里面呢 最多是人家 喜欢看动物的 因为看人寿上 有可能他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享受 但狗狗猫猫 尤其猫咪 有没有 他天真无邪 眼睛里面充满那种 小猩猩的样子 就会变成很多人喜欢哦 那还包括运动 健身 美妆 跟时尚的这个内容 还包括呢 地方新闻 人人爱 以及美食的这个部分哦 讲到这里 我倒是想到 我自己喜欢看那一种 美食 一开始呢 是他吃的很夸张 就是他一大盆出来 我会觉得 这明明就20个人的 份量吧 你自己一个小女生 怎么可能 那眼睁睁的 他就是花了两个小时 把20人份 全部吃掉 可是现在好像是 中国大陆进播 这样子的一个伤害身体 浪费 对 而且也不知道是真假 是不是 应该是 应该是真的 是真的 天哪 那以上这个是 这个YouTube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 一些主题哦 那我知道你做的是 完全不同类型 你不跟风的 虽然现在他们 这样子很红 但你不想走 他这个风格 因为你的那一条路 是你自己就是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你把它放进去 我们现在进一段 工商服务 大家有广告过后呢 继续回到我们的 热线风八点哦 小米今天为大家 请到的来宾呢 就是YouTube 在这个大红之前 先跌跌撞撞 先碰上头的 这个经验分享哦 但其实我觉得 也非常有意思 他现在都已经累积到 将近 是将近四百人嘛 对不对 三百多 三百多 三百七十 是是是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里面呢 也是在摸索的 这个过程 他里面的这些 选材啊 以及他当初 怎么样 花多少心力 现在时间 是不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精准呢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好好 跟他讨教 来访问他的经验 时间来到了八点十九分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来 继续来